然後各位其實可以直接去做一個研判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在用匯率看 我是把它當作是聊天 當大家把它拿來當作投資的一個參考依據 為什麼會玩得不順 甚至來講智能會被套牢或是虧錢 對 我想這邊從2001年開始 上面這個圖已經有表示 我是從2001年一直到最近的5月份 的這一段時間來做一個研討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來講的話 整個台幣我們有5次 就是貶值的幅度比較明顯的 有貶值從5%到13% 在這一個圖表裡面很明顯的看到 台幣貶值了5次的情況之下 台股漲兩次第三次 這是台幣貶值的一個狀況 那下一個呢 是台幣升值的狀況 一共有6次比較明顯的一個升值的趨勢 台幣升值了6次 然後台股上漲4次下跌2次 好了現在這個狀況來了 如果說今天可能是你 不管是你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能夠去抓到台幣升貶值的趨勢 或者是說今天有某位投資民嘴 你非常信任他 他告訴了你 說台幣接下來即將要貶值5%或是10% 面對這種狀況請問各位 你應該要買股票還是放空股票 或是你現在應該進場買你的基金 還是趕快把你的基金輸回 你面臨的狀況就是 剛剛我一直不斷的強調的 如果說你把聊天用的資訊 當作是你投資賺錢進出的一個依據的話 你面臨的狀況就是 台幣升值可能漲可能跌 台幣貶值台股也可能漲可能跌 那就算今天你真的非常的厲害 抓到了一個匯率的升貶值來講 請問你要這一次 請問你要拆台幣會升 台股會漲還是會跌 如果說今天你拆錯 那就代表是說 你就算你掌握到這個所謂的聊天用的資訊 而且它是個正確的資訊 但是他也沒有讓你賺到錢 很抱歉沒有 因為你拆錯邊了 因為事實上 從我們這邊這個 將近10年的一個歷史資料有證明 台幣升貶值都有可能會讓台股會漲或者會跌 然後到那個時候來講 就會有更多的一些資訊 名嘴專家會跟各位報告說 這次的貶值是因為什麼樣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這次的升值是因為什麼樣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說來講它會升還是會跌 但事實上來講 如果說與其大家花這麼多時間去瞭解說 那台幣最近升值的一個內涵的價值是什麼 台幣貶值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你花那麼多的時間去了解之後 但是如果說這個資訊 它並沒有辦法讓你賺錢 我一直會不斷強調這一點 今天資訊流是非常的一個澎湃 我每天接收的資訊這麼多 如果是說我每一個資訊 我都把它當作是可以賺錢的資訊 我每一個資訊 我都把它當作是說我進出的操作的依據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就會永遠發現說你常常會處在多空不明 你沒有辦法做一個明確的判斷 所以說來講我才會不斷的強調 聊天用的資訊請大家不要把它當作能夠讓你賺錢的資訊 這個就是以匯率這個部分來做 做的例子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這個樣子 包括在金秋刊上面也先跟各位讀者有報告 就是說其實包括很多 甚至大家更耳熟能想說 為什麼在我的觀念裡面 經濟成長率跟你要不要進場投資賺錢 其實這是沒有關係的 換言之經濟成長率對我而言 它也叫做聊天用的資訊 它不叫做能賺錢的資訊 那我想那個部分 因為我在金周刊有做一個說明 那今天我只是用這個擺來當例子 也許跟各位原本的既定的一些投資價值觀 會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大家聽得非常習慣 聽到大家專家民主會會講是說 預估最近整個內支外支加入支三支合體 會造成資金狂潮 所以台幣會升值 升值就會讓台幣 會讓台幣繼續往上升 或者是說那個彭環南 為了要穩定台灣的經濟成長 必須要把整個升值的態勢壓住 然後甚至讓它適度的貶值 能夠刺激出口來提振 挽救台灣的出口競爭幣 所以說大家如果說貶值的政策有效的話 可以讓台灣的出口 能夠持續的一個從底部的復甦 能夠讓台灣的經濟成長 然後台灣的股市就會上漲 你聽到太多太多這樣的訊息 但是我想所有的訊息 對我而言 到最後我們都會做一個 直接的一個速率的統計 包括模型的一個分析 就是你講的這個東西 到底能不能夠讓我來決定 投資進場或者是投資退場 所以更簡單來講 你的資訊能不能讓我賺到錢 我相信你的說法能不能讓我賺到錢 如果可以那這個叫做賺錢用的資訊 如果不行那這個叫做聊天用的資訊 請各位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當你要決定要不要進出 要不要買賣股票投資基金的時候 請不要用太多聊天用的資訊 來做你的決策 對於是說剛才講到的就是所謂 大家覺得有用 但是其實你經過實際的數據驗證 科學的評估之後它是沒有用 那什麼叫做有用 我想有用的東西有很多 我想以後包括開課跟講座裡面 我都會把這些東西 會慢慢跟各位去做報告 而且我都會把所有的數據資料去做一個驗證 讓各位相信是說為什麼這個叫做有用的資訊 不是嘴巴講講 是真的有數據可以去做驗證的 用嘴巴講講的數據來講 就是聊天的資訊 各位那如果說只是要聽聊天的數據來講 那其實不用買我的書 也不用買聽講座 因為我的講座跟我的書 只是想要讓各位獲得賺錢的資訊 學到投資賺錢的方法 我不是要提供聊天的資訊 那如果是說各位只是覺得我想要聊天 我不是那麼喜歡賺錢的話 那我想網路上有太多的資訊可以去做了解 不要花錢買我的書沒有關係 我的說只是希望讓大家知道怎麼賺錢而已 聊天的部分來講 我想大家就不會在我的書裡面有太多的篇幅 所以我們這邊提到能賺錢的資訊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你必須非常確定好不含糊 最像是說以M1B來講 其實這個很多高手們也都知道 M1B它可以代表一個台灣股市進出的時間點 所以說來講話 那這個經濟數據為什麼有用 其實從這張圖可以看得出來 我在左右兩邊有特別秀上一個是紅字 一個是綠色的字 它就是很明確的告訴你 什麼時候我底部要進場 M1B民增率由負轉證 譬如上個月是負一 這個月是證 0.1就它 它從負一變成0.1 它就告訴你它是由負轉證 請你進去 請你投資 請你開始做基金的購買 那特別是當你的這個部分 其實你可以開始做一個考慮了 然後那至於什麼時候出場 當M1B的年增率突破 包括了17% 這個時候來講話你就出場 至於說今天要不要去討論是說 為什麼M1B的年增率突破了17% 就要出場 我們要不要去探討它的真實的內涵 或者是它內在的價值 或者是說它背後的故事 可以請你賺了錢出場之後 我們再來做這樣子的聊天 這個時候來講 我想大家都會覺得是說 你賺了錢吃飽飽睡好好 快快樂樂的出來 我們來聊天說 為什麼M1B突破了17% 我要出場 這可以聊得很開心 我們會聊得非常的雲悅 因為各位已經獲利落袋為安 賺了錢之後 大概一起出來嘻嘻哈哈 泡溫泉吃大城都沒有關係 但是在過程中來講 我是跟各位講 當這個能夠讓你賺錢的資訊 已經出現了叫你投資進場 買個訊號的時候 請你先動作 至於是說你動作之後 你要不要去研究 要不要去了解 要不要去分析 那個是事後的事情 因為有的時候 你進場的時間點 你錯過 你可能再看了兩個月 再思考了三個月 然後再認真的評估半年 你會發現說 那個時間點又過去了 因為在這個訊號出來的時候 尤其說像 最近這一次 2009年1月的時候 M1B的年增率是剛好有負轉證 但是我1月份這個訊息是 2月底的時候 才公佈 央行才公佈 換句話說 當你2月20號 或是2月21號 你看到這個資訊的時候來講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一個月 但是這個時候來講 各位再回憶一下 在2月份來講 所得到的每一則經濟的數據 跟訊息跟專家的說法 甚至來講說兩證券說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會變成 從負2.9變成是負11 你那個時候 你所得到的訊息還是非常的悲觀 但是這個時候 你發現這個數據的時候 為什麼M1B開始有負轉證 然後為什麼這個時候 進去買 然後被很多人想說 你神經病 你現在看到的每一個資訊 都告訴你說 台灣的經濟還沒有落底 台灣的整個打底的經濟打底的過程 都還沒有出現 甚至來講的話 3955是不是底部 誰知道 那個時候狀況來講 是一片的不好 但是訊息出來的 不用想太多 你先進去 先進去買 然後買了之後 來講的話 什麼時候要出場 這個答案一定很明確的告訴你 對 這個時間 就好 你可以聽到 好 可以 說 我們 在那裡 之前 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